希望呢 我要把這個網頁裡面的 資料 從哪邊呢?我希望取得的資料就是取得這個上面這個 這個 第一個嘛 第二個 第三個所以它123 這個又一個123 123有沒有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些資料 把它放到Excel裡面 變成一個表格的話 那該怎麼做 如果以前的做法你可能就是 把它做一個什麼?做一個選取 做一個那個選取 然後呢Ctrl C Ctrl V 不過其實也相當麻煩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做 第一個其實網頁最麻煩的地方 一般是這樣子 如果你在這個網頁上按右鍵的話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叫檢視原始碼 什麼叫原始碼 其實呢就是這個網頁背後的原始程式 它其實一個網頁啦 它背後就是一個HTML的網頁的程式喔 它的顯示方式 都由這些 所構成的 那它會把所有的標籤放在 資料放在標籤裡面 可是問題來了 哇這個光看到你就會覺得頭痛 對不對 所以呢交給一個方法 其實以後如果你要取得某部分資料的話 一般是這樣子 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可以用檢查的 那所謂檢查的話呢 就是說呢它會告訴你說你這個資料 是放在哪一個標籤喔 像你在選取哪個標籤 DIV DIV裡面的話有個class 後面的話有一個資料 然後結束一個DIV 可是應該 雖然比剛剛原始碼稍微再簡潔一點 可是喔還是很困難 所以待會的話呢我們會 也是啦 因為時間不多 我會把比較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講 以後最好是你有一個固定的SOP 有你這個網頁 那遇到的話 我們該怎麼樣一步一步的 去把資料抓取下來 那我這邊有一個 在06 04裡面 第四頁就這個 底下有一些說明 那其實可以分幾個階段吧 第一個的話 就是要抓哪些特徵 H4 把它爬下 不過裡面的話會需要用到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新的一個 一個套件 叫Beautiful Ship 版本是4 OK 所以喔理論上講是吧我現在先把這一段程式喔 在第幾頁第 0604裡面的第五頁 這一段程式假設Ctrl C 然後呢我一樣啦 就是先把它 放在我的 這個Spider裡面 開個新的模組貼上 那跟各位講一下 應該會遇到第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知情 因為我剛剛有試 好像我剛剛是把uninstall的 理論上喔 假設如果你是看到有資料跑出來 那表示你的那個Beautiful Ship 是已經被安裝了 但是呢你們等下試試看喔 等一下理論上喔 應該 會出現一個 訊息 這個訊息的話 你們可以往上看一下 應該會看到這個 叫 No Module Name 應該是會出現 假設你出現這個 叫 No Module Name的 BS4 如果你出現這個訊息的話 那你就必須喔 把它做安裝 安裝的方法跟各位講喔 你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但是你只要按照標準的 我一 請你呢先開啟什麼 開啟我們的那個 Python 384的那個目錄 C碟底下有一個384這個 二的話呢請你在 這個C碟底下的384 Python 384上面 點一下 輸入什麼 CMD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 這一個 Python的環境裡面喔 安裝Beautiful Ship 那個Enter 它跳出來 第三個動作呢 很簡單 請你把 底下這一段 Python 1-M 然後呢 這個Python 這個Install Beautiful Ship4 這一串 這一行字 當然如果你可以自己打得最好 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可以怎樣 Ctrl C 那跟各位講喔 這一行敘述 就是幫你安裝這個套件 到你的 這個Python裡面 而已啦 OK 所以呢我們把這個地方 再切到這裡喔 記得貼上 那怎麼貼上喔 我印象中這邊是按右鍵就可以貼上 如果右鍵沒貼上 你可以在上面 這一個 狀態列上 點一下右鍵這邊有編輯 一樣有貼上 不過這裡好像不能用Ctrl V啦 它只能用什麼 我現在按右鍵吧 右鍵可以 好像按一個右鍵 它就是貼上了 如果你的右鍵沒反應啦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 反正你就把 剛剛那一串想辦法把它貼上去就對了 貼上去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按一個Enter 它應該就會跑了啦 OK Enter 然後呢它理論上會去偵測一下 你這個環境裡面有沒有BeautifulShip 4 如果沒有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呢 幫我們 從那個Python的官網上面 去幫我們把BeautifulShip相關的東西 就直接幫我下載 而且自動安裝 到我們的 Python 384裡面喔 OK就是這樣而已 理論上應該會跑啦 跑的話應該狀態 有點像下面各位看到這個畫面 我刻意還把它 拍個照 你就把它 有跑動的狀態 然後最後會跟你講說 它已經Successful了 已經Install 那個BeautifulShip 那它會秀出版本 4.6.0 那我不確定說現在有沒有更新 應該有更新的版本 不管了 就是要跑出 這個 成功的畫面 就OK了 所以第1步的話呢 請各位就是先確定一下 你這個BeautifulShip到底有沒有安裝 那第2步的話呢 待會我們就是 就是 要來看喔 如何去針對剛剛看到的這個網頁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裡面的資料 把它全部抓下來 這個地方的話 你們可能要有一些基本概念啦 就是說 你要知道 什麼叫做 網頁 網頁 背後的那個HTML語言 它的構成 啊底下當然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有關那個網頁設計的基本概念啦 所以 我這邊有提了兩個連結 一個連結的話是HTML的基礎 如果你對於那個HTML比較沒基礎概念的話 你可以稍微閱讀一下 HTML到底是什麼 底下有說明啦 反正大家看得懂 只是說 知道一下就OK了 反正 前面後面那叫TAG啦 TAG的前面 叫OPENING 結束叫CLOSING 反正就是中間就是我們的content 其實就是我們要的資料 或者叫VALUE 然後一整個叫ELEMENT OK 這個就是它的基本的架構喔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網頁裡面都是這些東西所組成的 只是說裡面的這個標籤TAG名稱不一樣而已 那我們再來的話 其實只要知道說我要抓哪一個TAG名稱 的裡面資料 那我就可以把我要的資料全部get回來了 大體上是這樣的 OK 那至於呢 這個TAG太多了 那至於細節 請各位就自行再閱讀吧 OK 因為如果假設你將來要PARCH的 是網頁資料 你還是需要 了解 所謂的HTML是什麼 HTML現在版本最新是5啦 所以一般叫HTML5 OK 第二個的話呢可能還要知道 在網頁裡面不是說只有HTML 而已喔 裡面呢如果你要讓那個網頁變得很漂亮的話 還有一個 叫CSS 版本是3 那CSS啦 簡單講就是 這個什麼 讓你的整個樣式 看起來很漂亮 所以會有CSS 其他還有第三個 JavaScript 所以這三個啦 當然 這個來說又是另外 一個領域的東西啦 我們剛剛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這邊提供 兩個連結 請各位 有時間的話再看一看 這個連結是比較基礎的 那下一個是什麼 一個School 而且加S Schools 其實它有兩個網站 一個是英文版的 一個是中文 不過中文又是簡體的啦 因為 我不知道這個中文是不是有沒有 得到那個 英文的同意還是只是山寨 不過我發現英文是 比較完整 那中文是比較好了解 所以我就 把那個 W3School 這個簡體版的把它連結過來 我剛剛講的HTML我這邊就有了 CSS3這邊也有 加拿Schools這邊也有 OK 所以喔 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的話 那如果你不想要特別去買書 我是建議啊 你至少最低限度 把這邊的相關資料 至少稍微閱讀一下 如果剛開始不太懂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邊做邊查 邊查邊做吧 就大概是這樣子 學習技術就這樣啦 其實 有些是新的 但有些其實也大概都是延續性的 那我們基本上 待會再來看一下 如果 我要抓取 這個網站裡面的東西 這個網頁 裡面的這些東西 假設用Python來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也許先 稍微 看一下那個0604 那待會的話 我們 最後一個範例 就是把這個抓回來 其實我後面還有更多的啦 比如說 包含抓什麼 抓那個最新的Yahoo新聞 抓ET的對新聞 有沒有 抓什麼 甚至抓台銀外匯 抓Yahoo的股市資料 反正你網頁上抓 連看得到的東西 其實都抓得下來了 OK 那只是說 越後面的越困難 越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那因為我們今天 時間 頂多 就是把剛剛那個TQC plus這個 講完應該時間就差不多了 所以 假如 後面的東西你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練習 回去的話 就自己試試看吧 OK 或者是說啦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課程算是 Python的基礎 後面的話 在下一階應該有那個進階 就是把後面沒講完的繼續接著講 OK 至於什麼時候開 其實是上個禮拜有同學問我 我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那個 陳范小姐說要交資料 我就交給他了 然後至於什麼時候開課 他說要上課我就來了 至於 那些細節我有時候不太 不太去了解 OK 所以應該是會 會有 後面有那個進階的部分 課程 只是說什麼時候開課 請各位就是自己在 在關注一下 如果你對 後面的東西 還有興趣的話 但是 可能要先把前面的東西 先把它 學熟了 那後面銜接 應該會 比較可以跟得上 OK 那試試看好了 好不好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網頁 用什麼方式快速可以抓取 可是前提記得 你一定要先把Beautiful Super 先裝起來 如果你沒有裝起來的話 那後面一樣 那個抓取就會失敗